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古飞扬在天荡山脉宇宙 于15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这一下立即造成了这片区域的恐慌 不知道绿家之人要做什么 绿植员望着下方如同蚂蚁一样跑来跑去的众人 喊声说道 李云霄 我知道你在这里面 这里不过数千人而已 我可以一个个的放出来 也可以省点事全部杀掉 你觉得你能逃得掉吗 他的声音扩张开来 直接在这千米的范围内震开 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顿时引起所有人的恐慌 纷纷大呼饶命和无辜 李云霄在酒楼内也是眉头一皱 这绿植员倒也是聪明 竟然能够猜到他并未走远 而且这方圆千米内区区数千人 在一名七星巅峰五地眼里 的确都是蝼蚁 可以轻易抹杀 绿植员冷冷朝着下方求饶之人说道 都给我闭嘴 即将害死你们的人 叫做李云霄 诸位 请记住这个名字 做鬼后 记得去找他 下方 都是一些凡人 灵星有着不少舞者 也都是实力低微 在绿家之人眼里 跟凡人差不多 李云霄 你赶紧给我们出来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要连累了大家呀 就是啊 李云霄 你就行行好 出来吧 快出来吧 李云霄 反正你是逃不掉了 求求你 就做多好事 我们大家都会感激你的 所有人都在哀嚎 哭泣着恳求 一下子乱成了一片 绿家之人 全都冷冷的站在上方 只等绿植员一到令下 便可以直接调用 护城大阵的威力 将这方圆千米内 轰成废渣 李云霄一拍额头 大感头疼 这封灵城的护城大阵 他也观察过 的确是非常强悍 在诸多强者围困下 很难破阵离开 更何况 上面还有两名高阶五弟 绿植员脸上闪过一抹冷色 举起右手 喊声说道 所有人 全部 轰 突然 那酒楼一脚爆开 一道光芒飞驰而上 朝着远处天空冲去 光芒之内的人影大吼一声 就一拳轰出 如同雷霆一样的轰隆隆之声 激向了传送大阵 天幕瞬间被压得弯曲起来 朝着拳风下收拢 哼 死 就在那道光芒出现的瞬间 所有绿家之人纷纷出手 这些天来辛苦寻查的怨恨 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每个人都是最强的绝技 整个天空一下子被打得支离破碎 无数光芒轰在那道人影之上 其中出手最强的便是绿植员和绿书宝 绿植员一道见光射了过去 强烈的刺痛所有人的双眼 地下那些凡人更是瞬间惨叫 双目纷纷失明 绿书宝则是双手掐绝 引动护城大阵之力 往那一方空间碾压 无数光芒从四面八方聚来 汇聚成一道光柱落了下去 轰轰轰 各种轰击声不绝于耳 那人影所在之处已经被打得漆黑一片 恐怖的虚空能量也翻滚出来 要吞噬这一切 首先发现不对的便是绿植员 惊呼了一声不好 他的剑芒斩在对方身上 竟然发出金属般的撞击之声 无法穿透 他震惊之下急忙神尸一扫 便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响声 整个封林城都为之颤抖 只见不远处的护城大阵已经被轰开了一个十余米大的缺口 下方正站立着李云霄 一方流离透彻的玉杯正缓缓地飞回他的手内 就在绿书宝引动护城大阵之力攻击的时候 大阵的防御达到了最低点 李云霄看准了那个时机 施展出最强的世界之力 直接轰开了大阵 但那大阵的恢复力也极强 十余米的缺口迅速地聚拢 所有人瞬间傻眼了 往那被攻击之处望去 只见葫芦小金刚化作一道光芒飞了出来 直接冲入李云霄体内 更让他们吃惊的是 那金属傀儡身上只有一些浅浅的凹痕 基本上没有受什么伤 封林城之行 我很愉快 以后还会经常来玩 诸位 再见了 李云霄笑着挥了挥手 便化作一道雷光 冲过那逐渐复原的缺口 叔子 改死 律之远瞬间冲了上去 一剑却只斩断了残影 他暴怒的大吼一声 也飞声而起 朝着李云霄的电芒追去 律家之人 也一个个如同遭受了巨大的屈辱 也要追击而去 却被绿书宝拦了下来 他脸上露出浓浓的忧虑之色 说道 让组长大人去就可以了 夺你们这些人不多 少你们也不少 只是 他的话语停了下来 后面的话再没有开口 只是内心对自己叹息道 只是若不能斩杀此人 怕是已经给律家埋下大祸了 李云霄化作一道雷光后 瞬息千里 特别是修炼了雷诀 速度比之前 纸快不慢 怕是血神功的血顿之术 也休想追上他了 咦 李云霄飞顿了一阵后 不由的大吃一惊 他骇然的发现 那绿植员 竟然紧紧的跟在其后 神石直接锁定他 一直都没有跟丢 这 这 不符合逻辑啊 李云霄愕然了一阵 当今天下 除非是修炼到了九星五地的级别 可以真正的缩地成寸 咫尺天涯 否则 九星五地之下 根本不可能有人能飞得过他 李云霄只是古怪了一下后 立即不敢多逗留 再一次化作雷光 飞顿起来 原本是打算在附近 找一个较小的城池 通过几次转道离开的 现在看来 只能继续飞逃了 离开风陵城后 便是广阔无垠的大地 整个天舞界十分巨大 每两座城池之间 不知道延伸多少万里的土地 要想通过飞行大道 即便是强者 也难以估算时日 任意两城之间 可以是荒芜 可以是沙漠 也可以是森林 还可以是其他古古怪怪的地形 总之 极少有人会直接飞跃 除非是特意出来历练的 所以 离风陵城越来越远的路上 只有李云霄和绿植园的两道光芒 在拼尽全力的前行 你追我感 相持了极久 不相上下 每次绿植园快要游进灯窟 都打算放弃了 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远处的李云霄 也会相应的停下来歇息 于是片刻后 绿植园再次奋起直追 李云霄又跑 两个人就这样断断续续的 你追我感 直接跨入了一片巨大的沙漠 终于 李云霄心中一横 直接在前方停了下来 落在沙漠之中 大量吞服着丹药等他 片刻后 绿植园也直接飞落了下来 脸色十分惨白 望着同样筋疲力尽的李云霄 寒声说道 树子 怎么不跑了 李云霄这才发现 绿植园顿光的秘密 竟然是一件飞行玄器 别在他的身后 不知道是什么妖兽的双翼 上面层层叠叠的黑色羽毛 每一根羽毛上 都浮现出小小的飓风 将四周的空气吹开 绿植园一降落下来 将那双翼玄器一收 空中顿时凌落的飘下不少黑雨 显然是这件玄器被他催动到了极致 正在飞速的消耗使用寿命 李云霄调息了几下 冷冷的说道 怎么了 我不跑 你还不习惯啊 绿植园眼中闪过杀机 寒声说道 跑也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就算天涯海角 我都会追着你去 迟早是一死 何必让自己死前遭罪呢 李云霄讥讽起来 灭笑道 在枫林城 你的老巢当中 你都奈何不得我 现在这一片沙漠 你还能奈何我 呵呵 绿植园冷笑道 若是你这么有信心逃走 那为何停下来不逃了呢 这次飞顿 似乎还没有达到你的极限吧 两个人通过数次的停停追追 基本上都知道了 彼此之间的消耗和恢复速度 李云霄冷然道 当然没达到 我停下来 只是为了杀你呀 绿植园愣了一下 他看着李云霄 那一副确有歧视的样子 忍不住大笑起来说道 呵呵呵 你说什么 你要杀我 呵呵呵 再说一遍来听听 我真的没有听错吗 他笑得有些肚子疼 李云霄眼中 一直都是寒冷如冰 伸出手 指着他 说道 我说 我要杀你了 喽啰 静 整个沙漠 除了色色滚烫的风 无比的寂静 绿植园的笑容 很可以一起愉快地玩耍的 和胜算 和胜算的拼死一战 李云霄也只是想尝试一下而已 反正打不过 可以继续逃 毕竟对方是一家之主 坐拥 风凌成上万年之久 没有几件厉害点的底牌 也是不可能的 比如 那件 具满了风之规则的羽翼玄器 就是万难一见之物 天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宝贝 若是真的下了决心一战 他一定会飞得耗尽对方全部精力 然后照出戒神碑里的所有打手 那样的胜算 要远远比眼前来得大 两个人就这样 在沙漠中相持着 都在拼命吸收元气 恢复自己的精力